你好 阿蘭達 那那個 我剛剛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不能吃白砂糖是不是 對 那那個 其實我還在聽 其實我剛剛一直在聽大家的分享 因為我真的還 還不是很了解 然後我剛剛看到就是我前面 就是之前寫的啊 就是大肆有講 經歷不停有意識的死亡清理 活在開悟之中 這個是我最近聽到 就是其實一段關係的死亡 就是其實很多很多的挫折跟挫折 那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關係的死亡 然後這樣去想可能會比較正面一點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大師講的話就是很多都是很正面的 然後而且我覺得好像沒有一直去聽的話 像剛開始我去 就是去 就是那個哪裡 就我上次有去桃園那邊 然後當天做完瑜伽 我覺得整天整個心情都非常好 而且很樂觀 就是想法都是很正面的 可是我到隔天再隔一天的時候 我又開始有負面的情緒 所以我那天有跟易雲分享 就是說我發現其實是要一直不斷的去聽 開始才有辦法一直去延續一直心裡面的想法 對 對 那天啊 謝謝 谢谢观看